這類南美航空一架從澳洲飛往紐西蘭的班機 中途機身突然劇烈揚晃 還一度快速下墜 造成50人受傷 回憶當時情況有乘客直言真的嚇壞了 航空公司事後表示 有12人傷勢嚴重被送醫治療 50名傷者中也包括3名機組人員 尽管航空公司發出聲明致歉 但乘客還是心有餘悸 福音公司隨後也發出聲明 表示會配合調查找出造勢原因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